今天會說說五有雙破 五有雙破是甚麼來的 坊間經常都會說 我最記得當初我收了一個徒弟 那時候還是學生的徒弟 經常說五有重逢江湖花酒 師傅,我想問 講完口訣之後 你給了甚麼答案呢? 哦,抹開了罪 原來只是口訣 給不到方案 其實江湖花酒是來自紫白訣的演繹 變出來的 紫白訣就是風水的沿空飛升 其實是火金交戰的意思 所以油金也可以代表色情 也可以代表酒 字幕提供 焦點視頻 昇sir 逆學情緣的時間 迎光幕見到昇sir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昇sir 黃偉昕師傅 昇sir 今天繼續說八字的感情編 來到42集 我看到標題有一個AV 很瘋的 很瘋漢 但是 其實跟昇sir了解過 今集不是說AV 不是愛情動作片 是純粹愛情 其實就是因為這個 陰調的問題 應該是瘋心汗 有些人可能 例如 跟女朋友打得火熱 很愛過女朋友 很愛過女朋友 但是 有時候 外母那一關 就很難過 原來在命令也看到的嗎 是啊 這麼有趣 看到其實在命令當中 你結婚或者結婚的過程當中 會不會受一些其餘的壓力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試過做一些客人 就說 譬如看風水這樣算 哇 房子很新的 裝修好了 竟然拿去賣 是啊 上手買回來都沒有住過 但是跟男朋友 叫了分手之後 就打算買 賣出去 這些情況 偶爾都會遇到的 其實就是什麼呢 拍拖拖很久 那些人很喜歡她的女兒 或者很喜歡她的男朋友 但是一談到一些 酒席啊 又談到怎樣住啊 甚至可能是禮坑啊 等等這些事情 唉 就出現問題了 你高不高攀得起啊 你照不照顧到我女兒啊 你有沒有能力本事啊 你賺多少錢個月啊 我女兒以前有多少億萬富豪追她的 你現在是什麼啊 哇 受很大的壓力啊 原來呢 這些在現實生活當中 是有的 想跟大家說 好啦 大家呢 聽到這裡 當然是很想知道我今天說什麼 但是還沒開始之前 記得 訂閱我們的頻道 點讚 分享 留言 很需要你們的支持 好啦 在八字當中呢 今天呢 就會說一下 五有雙破 啊 五有雙破 是什麼來的啊 那 坊間呢 都經常都會說 我最記得呢 我當初呢 經常收了一個徒弟 那時候還是學生 現在徒弟 經常說 五有重逢 江湖花酒 師傅 好 那我想問 講完這個口訣之後 你給了什麼答案我呢 哦 抹開了個嘴 原來是口訣來的 給不到方案來的 那好啦 那其實呢 這個呢 江湖花酒呢 是來自於一個 紫白訣的演繹 變出來的 那紫白訣 就是 這個 風水的沿空飛升 那其實就是 火金交戰的意思 那所以呢 也都 柔金也都可以代表 色情 也都可以代表酒啊 那這樣 那所以可以代表呢 是江湖花酒之類 那那 詳細的東西呢 金堂呢 就不跟你講 這個江湖花酒 裡面怎麼演繹出來 重點呢 我們會講一下 金堂的例子先 好了那講到明 痴漢 那剛剛 我說痴心漢 那其實呢 都可以用少少痴漢來形容 那為什麼呢 那 剛才 導演 Mac就說 痴漢不是AV 但是原來呢 有些八字呢 就會跟AV有關 為什麼跟AV有關 AV 有些八字 有些人專看AV的嗎 或者是對於一些色情的東西呢 特別敏感的 原來呢 想和大家分享 坊間常常會說 熊焰煞 熊焰煞 熊焰煞是什麼來的 原來呢 甲座五 就是熊焰 熊焰是什麼 桃花星 桃花星 原來這顆呢 亦都可以代表邪桃花 那好了 邪桃花的意思呢 亦都可以 如果以前來算 就會出入一些色情的場所 或者是卡拉OK 夜總會 茶霧等等 那現在這些地方呢 應該都是比較少一點 相對來說 有些人就會說 因為有熊焰煞 那個人就會喜歡 叫雞 或者是遇到一些 不生不死的女性 或者是男性等等 都可以這樣說 亦都可以說 這個人不是很正經都可以 那好了 那所以呢 聽上去熊焰 好像都沒有什麼好東西 那其實就不一定的 那我們要看八字 作一個標準 好了 甲劍五火 這樣做下熊焰煞 好了 剛才都說了 那麼 這個結構當中呢 就是證明呢 他喜歡什麼 喜歡一些美女 裸裸多姿的 或者有身材有笑容的 還有呢 有機會呢 是 這個女性呢 就是 好 喜歡 癡 媽的 那我們可以這樣演繹都可以 好了 第二件事就是 甲劍 見醜肚 好了 醜肚是他誰呢 原來呢 就是他的財星 正財 財為什麼 妻妾 好了 在月令當中 那麼 甲劍醜呢 又是天月貴人 那就是證明呢 這個甲劍呢 很喜歡 這個醜肚 因為他是貴人性 再加上呢 這個呢 甲劍 生五火 五火生醜肚 那就是證明呢 這個 五行呢 不只是 木黑套 他是有 互相流通的現象 那就是證明呢 這個 男性呢 很喜歡 這個女性 那而且呢 你也看到 夫妻公是代表 他的心性 那就是 他很想 發動這個 五火去生 這個醜肚 那就是 我很想什麼 很想得到你 好了 有一種情況 好了 那這個男性呢 跟 這個女性 拍拖拖 都好幾年了 但是好幾年當中呢 好了 談婚論嫁 你也知道 那 那談婚論嫁 剛才說到什麼 要過哪關呢 外母的嘛 要過外母這關 外母這關 是最難過的 好了 那原來呢 在八字當中呢 不僅僅看到他 和他的女朋友 或者未來老婆的關係 原來呢 都會看到外母那的 好了 那怎麼看呢 外母嘛 那就是長輩 年上嘛 好了 原來呢 一年上呢 丁字呢 就是他的長輩了 那也都可以 認為是他的外母的意思 好了 那你看到 丁字這個外母 多強 是吧 天干和地支 通根而有力 是吧 好了 這個外母 在這個八字當中 是生旺這個醜徒的 那就是呢 很保護這個 那個女兒的 喂 你想娶我的女兒 你什麼條件先 你可以給到什麼 幸福我的女兒 那麼 那麼 凡你強的人呢 要求什麼 要求當然是高的 是吧 那再加上呢 你也看到了 想結婚 想結婚 那麼第一樣東西 就是說 當然要破財才行 那麼最緊要什麼 禮金 是吧 那麼你也看到了 這個八字當中呢 這個外母和女兒呢 就發動了 自有醜金局了 那麼強金 金是什麼 金是代表財星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 不論中西方 都是金 都是屬於一些 錢財有關的東西 好了 化了這個財星的時候 那就是證明呢 這個外母呢 很需要 你給到一些實質的東西 那就是什麼 現實的東西 就是要錢 好了 匯了自有醜 這麼強的金局 那就是肯定 不是三五萬 可以談得整的了 好了 強金 是不是要欺負這個甲目呢 那就是證明呢 這個甲目呢 就受壓力了 喂大哥 好 我也是打扮 這個 工作 是一個 有限錢來的 我不是一個 大富大貴的八字 是吧 沒有得順一點 這樣 我真是很喜歡 你的女兒 但是不行 他媽媽說 因為呢 我發動了自有醜金局 好了 發動了自有醜金局 我已經開了一個牌頭出來 我說要多少錢 好了 那你呢 那一甲目呢 就想告訴他 喂 我火黑金 喂 我真的沒有這麼多 那一說到錢 就原來 五有雙破了 沒有彎轉 那所以呢 就 卡住了在這裏 好了 卡住在這裏的時候 唉 死火了 這壹事 火金交戰 怎樣算好呢 那當然是希望 這個女朋友 或者未來太太 站在我那邊 怎麽不知 他又醜五雙穿 不爭氣 媽媽說是這樣的 我都沒得 沒聲出 唉 那糟了 一趕到結婚 卡住在這裏 不行了 好了 這個男性呢 就想著 想一些方法 再跟外母談 怎麽不知 一發揮想法之後呢 那個貴丁一衝 這樣呢 就激動了她的外母 反而呢 為什麽你 不是有什麽 跟我女兒說 你是主動來發訊息 跟我說呢 那我覺得呢 你跟我說的話呢 不客氣了 因為貴丁雙重 唉 那變成了 原本跟女兒 的感情好地地 但一插入了外母 就被外母 查禍了 那這壹事呢 就難收貨了 嗯 相當之有趣 這集呢 原來真的是AV 痴漢大戰外母 哈哈哈 是吧 這樣 所以大家如果 都是再重複說 如果大家 一路可能 在感情上 有一些問題 或者你經歷過一些 不開心的事情 而你 很想找到一些 解決的方案的時候 那不妨呢 可以在影片資訊欄 找到聲sir的聯絡方法 請教一下他 因為聲sir的確 特別在愛情的案子上 遇過很多的了 是啊 沒錯 還有想補充一句 其實到了這個情況 是有方法解決的 當然 已經有些不應該的訊息發動了 就要用什麼 永遠 記住 時間 就可以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 學八字 一定要掌握 四時數 時間 一定會配合什麼 方位 人物 和 掛像 如果你懂得用這個 就會能夠幫到 客戶 或者 化解到這些情況 但是想在哪裏學到 這樣可以 來我的網頁 或者致電給我 我接下來就會開一些風水 和一些玄學的課程 有興趣的朋友 也想知道 學了之後 我可以有什麼得著 還有 是否真的可以化解到呢 這樣你可以留言給我 我可以告訴你 好了 下一集 我們繼續和聲sir 又研究一下 一些命令和感情 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會發生 好 多謝大家 拜拜